好 高端的录音档 如果你没有跟上的话 来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实在是惊骇 让大家非常的惊骇 这个廖伟祥召开了记者会 三段他拿到了录音档 这参加这个会议的是谁呢 高端董事长张时中 总经理陈散坚 还有沈济会 等等之类的 第一段录音档 当然因为他这个会议很长 所以他就是节录嘛 节录 注意哦 应该是 当然是经过剪辑 因为录音档很长 不可能一两个小时都放出来 但是到此刻为止 高端可没有说这个是身位吧 对 也没有嘛 他没有说是身位 他也没有说是假的 但他说是经过剪辑 剪辑是合理的 对不对 比方说我采访委员 采访两个小时 会不可能两个小时完整播出 那第一段录音档 告诉大家有没有 价格700 一下到881元 然后大家可以拿出来分 有没有 这个我们昨天讲过了 你就知道有多好赚 那第二段录音档 但高端说是开玩笑的 这边众人也在大笑 幸福的笑容 非常幸福的开玩笑 对不对 大家都好想开这种幸福的玩笑 第二段录音档呢 就是这个吻通过 一路绿灯 政府不过他也伤脑筋 吻通过就是说 高端跟政府是有默契 跟政府的谁啊 是蔡英文吗 陈时中吗 为什么不过会伤脑筋 是拿了钱不办事 不能不办事吗 还是有什么把柄在你手上 还是怎样呢 政府会伤脑筋 大政府对你一个小高端 不过大政府会伤脑筋 这个我不太能够理解 对不对 照理说你跟政府的合约 这个技术什么在你手上 你这个旅行合约 你做不出来的话 你要伤脑筋吧 怎么会是政府伤脑筋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猫腻在这里 你告诉大家有没有 一定会过 不过的话政府要伤脑筋 这个我好想知道 第三段录音档告诉大家 最可怕的 线上同学你们有人打高端吗 就跟你讲 之前我们好多专家 什么秋淑提 还有这个 这个我们好多专家到现场来 都告诉你高端没效 对不对 是不是高端自己讲 安全没问题啦 但效果不敢保证 这是高端自己讲的 对不对 所以我就昨天翻译成白话文 然后这一整段记者会 翻成白话文就告诉大家 我高端我很烂 但是我很赚 就这样子 对我很烂但我很赚 就是这样 不就是吗 好我们回到刚刚那边 所以要不要这个解密等等 有没有 这个采购价不低于700 其他的全部拿到董事会来分 政府补助款4亿7300万 然后不过的话 政府要伤脑筋 然后在辩论会当中 柯文哲就问赖清德 你要不要公开 认不认同 赖清德说是赞成 12月30号才说是赞成 就不得了哦 郑文灿马上 郑文灿 马上出来吐赖清德 不行哦 不同疫苗采购合约不一样 高端保密期间5年 公布的时间是谁 不是你郑文灿说了算 是卫福部跟高端来决定哦 然后陈时中说 涉及我内线交易 我就提告 陈时中只关心自己 然后这个 还有这个薛瑞员也出来讲 有没有哦 这个什么高端 只要高端愿意公开啊 就就公开 就没有违约问题 当初保密合约约束 约束方式 为福部 然后高端公司说什么呢 高端公司愿意吗 我们大高端 可是上市上跪啊 解约要双方同意啊 人家BNT莫德纳什么都有 疫苗供应商 大家都有保密条款啊 是不是要一起解密 一起解密好啊 全民公堂啊 你这个大有为的政府 不是一切光明磊落 那就解密嘛 对不对 天平上要公平对待 每一家公司 不能大家怀疑我 就是要我解密 因为你没有通过三期嘛 别人都通过三期不是吗 所以怎么能够放在天平上呢 你就是不在天平上啊 对不对 还是要维持股东权益 什么投资者心声 要拿到什么股东大会来表决 然后这个 今天最新的陈建仁告诉大家 也是一样 不管莫德纳AZ BNT都有保密 高端保密是五年 还没有到五年 机关署在跟高端谈 希望能够提早公布 但是高端是上市公司 要股东会同意 才能够决定是否要公布哦 你懂了吗 我要公布 但是我不能说了算 我要看大高端的看法 大高端要去问他的股东会 懂吗 赖清德有没有听到 大家都在跟你唱反调 只有赖清德 只有赖清德说要公布 其他人都说 嗯汤啊 千万嗯汤啊 对不对 要不然要伤脑筋了 然后来 所以凭这一点 大家你觉得要投几号 如果你希望高端解密的话 对不对 大家都希望高端解密 因为我看到了 侯友宜说 赖清德说要高采购 公开高端采购 现在没有公开 说一套做一套 他说他当选就一定会公开 对不对 然后这个 然后我们看一下哦 对好 这边这边是 这边应该是排版排到那边去 好没关系 我让这个寒冰来谈一下哦 所以你怎么看高端呢 我觉得高端非常有意思哦 大家都快忘了高端的存在 此刻大家才发现 哇 高端比政府还大 高端比赖清德还大 赖清德讲了不算 赖清德说要公开不算呢 要高端愿不愿意公开才算 其实赖清德那天的回答很快 因为民进党对这个 已经早就有次次回答 因为这个问题 陈时中至少回答过100次 所以正常 他应该是要按照陈时中 那种回答方式 就是我们是有签保密合约的 这个不能随便公开 但是只要合约期限过了 我们就可以公开 他讲完就结束了 但他为什么不这样讲 我不相信赖清德不知道 因为这个高端的合约解密问题 已经吵了两年了 所以赖清德会完全不知道这件事 如果他完全不知道这件事 就表示这个人过去两年 脑袋空空不知道在混什么 就是这样他一定知道 那为什么还要这样讲 我严重怀疑他跟陈时中不合 我觉得啦 就是他故意丢个难题给陈时中 看你陈时中 你们卫福部要怎么解决 那他心里头也很明白 就这个锅我不背嘛 因为这不是我的锅嘛 所以我就丢给你啊 你们自己想办法去解决啊 然后陈时中卫福部薛业人 然后薛业员 然后陈建仁 他们一个个就跳出来 这些高端的朋友们 老师们同学们 就直接都跳出来 就直接说啊没有啊 我们很愿意公布啊 只是这个要等高端同意啊 把责任又推给高端 那高端说我也可以公布啊 但是我们要股东会议同意啊 就一个推一个 那不然你们也把BNT那些公布看看啊 我先讲 BNT他们 人家早就公布了你知道吗 原厂自己早就公布了 对啊 人家自己早就公布了 现在就是你没公布 然后我也觉得很奇怪 正常一个厂商啊 如果我跟政府签这个约 高端过去不是一直讲的一副很委屈 是政府占了他便宜 他卖的价钱很低 根本就没有什么好处 如果你是如此的委屈 我是高端我会怎样 我立刻公布 我为社会贡献这么多啊 我还跟你们签这个合约 我当然应该公布出来 让大家知道我们高端的心酸啊 你们给我这么少的钱 叫我做这么多的事 韩炳 刚才在那个录音档里面说 说这个如果政府不过的话 政府要伤脑筋 是啊 政府为什么要伤脑筋 政府当然要伤脑筋 因为早就内定就是他啦 就这么简单 如果内定这个挂掉 你叫这个政府怎么办 大家忘记了吗 我帮大家一一回想 当初我们本来可以买足疫苗的数量 可是故意不买足为什么 他当初陈时中在宣布的时候 就保留了剂量给国产疫苗 直接保留了 当时国产疫苗 高端那时候连二期都还没有过 为什么要保留 一个二期都还没过 他会不会成功你都不知道 正常人会怎么做 正常我先买 先跟国外定 等你成功了再说嘛 结果他不是耶 他是先预留了这个控额 就硬要挡下来 就是要留给高端 那陈时中都没有想到 万一没过怎么办 实际上高端自己的人都很担心啊 他告诉你说 安全是没问题 但是效果不敢保证 你是五州制药派出来了嘛 先讲求不伤身体 再讲求效果 对啊 对啊 你跟他五州广告 对啊 对啊 这有广告词对啊 对啊 问题是 人家那个是做感冒药 你这个是疫苗 不那样 对啊 完全不同的东西 而且你真的安全上没有顾虑吗 打高端有不良反应的人有多少 自己去查资料 一大堆人有不良反应啊 所以你也不是很安全 所以这到底在讲什么 然后更好笑的就是 疫苗最关键的 安全可能有的时候还是其次 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最重要就是要有效果嘛 没有效果 你就要安全有什么用 那我打生理实验水好了 他最安全 所以 这从头到尾就是一个鬼扯 然后 现在我觉得最好笑的是 我本来以为高端会从头否认到尾 说这根本就是 假的 我们根本就没有这段谈话 结果不是 他说这是真的 但经过辩造 经过剪接 这代表什么你知道 高端系统也在怕 因为他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录音 对 这个录音我也在想 这个是罗智正的只有七八段 我原来没有看过影 接下来可能还有 说不定还不止罗智正 那高端也是一样 现在公布的录音就是片段 后面还有别的 因为你看到这个现场 按照这个气氛来讲 参加的都是自己人 所以完全讲大白话 有没有 我跟你讲 把它七百 我们现在赚这么多 然后直接告诉你 我有没有效 我不知道 这个会议看起来 你觉得这个录音带 怎么跑出来的 应该是旁边的人非常不爽 一定是他们这一票 当初大家一起 想要大赚政府钱的人 里头有一个人利益分配不均 一定是这样 不然是怎么回事 所以他为什么 要把这个东西拿出来 他当初可能就已经预测到 可能会利益分配不均 所以他先透露这个东西 保自己 所以这里面应该 还有更多的讯息 说不定会扯到陈时中 我觉得一定有 说不定会扯到蔡英文 所以你看陈时中很奇怪 就是之前陈时中 都没有讲这么重的话 他这次这个录音带一公布后 陈时中突然讲一句话 谁敢说我有内线交易 我就告诉谁 对 超奇怪 他之前都没这样说 所以这到底怎么回事 是他认为自己 有可能会被牵涉到内线交易 最可能的就是他 不是吗 实际上我还没想到这一点 我也没想到 对啊 那结果他自己就先提醒大家 你不要说我内线交易 有问题 所以问题是 你越是这样讲 我越会疑心 这到底中间是什么问题 所以我认为高端 这个水还很深 但是现在高端在干什么 你知道 一方面提高动作 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他们在 跟他们怀疑提供 录音带人谈判 我认为是 因为那天会议的人 绝不会多嘛 对 消去法 消一消 他们应该知道是谁提供了 我觉得他们现在 大概就要找到那个人灭火 就要剩下录音带 不要拿出来 我认为是这样 才是比较可能的一个方式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 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 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剧 我才认识了 这个克菲尔益生剧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剧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剧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剧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